因為每年的CS展 我其實都會去關注 現在科技的一個潮流 因為基本上在裡面 所有的品牌 他們都是大秀這個肌肉 就是說我要讓你知道 我有多厲害 在這個部分 那他也是我們觀察一個指標 就這一次很奇怪 就很特別 所有的大廠 科技大廠 把所有的心力都放在電動車 那當然我們會覺得說電動車不就是 你就是把汽油換成電池 這個有什麼好玩的 可是其實我們仔細看 不是 比如說你看斯特蘭提斯 他是全球第四大汽車品牌大廠 旗下還有克萊斯樂 對不對 他這一次這台電動皮卡 如果你說就是一台這個皮卡 然後就變電動了 就沒有什麼意思了 他其中有一個最 這個世聰哥應該最喜歡的 就他的車頂可以變顏色 車頂變顏色 對 就是如果有在妹的時候 車頂就要透明 別人要看得到 他可以變透明 對 可以變透明 但是如果有狗仔馬上變黑 對不對 就要馬上變黑 你就看不到了 對不對 馬上變 操作錯誤 操作錯誤 反過來 有狗仔變透明 這樣子 對 這個要練習 這平常要練習 有狗仔 跟旁邊的講一下 我們現在要練習一下 這個是一個傳統車場 在科技的部分的一個導路 變色 其實我覺得這一次在會場 真的很激情的是福斯 為什麼 福斯他出電動車ID3 這樣一路下來 這一次ID7 他特別展了一個 這種數位迷彩 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們一般來講 車子出來的時候 不是都美光燈在那邊聚 然後你要變燈 顏色少 他不是 這完全是這一台車子 自己你從影片上面看到 完全是這台車子 自己在變 自己在變色 他有變顏色 就是他的迷彩 然後哪裡要亮 哪裡 而且還有音樂 還可以放音樂 所以這個太有趣了 你今天車子開出去 一到路上 看到智慧打招呼的時候 我直接就車子就開始變顏色 他上面說不定還可以打字是不是 音樂跑馬 所以你看像這一次B&W 他的這個DEE系統 Digital Emotional Experience 就讓你感受到 不只可以變顏色 甚至還可以跟你對話 甚至隨著你的心情 我可以跟他說什麼聊天嗎 基本上你心情不好 你要問他 甚至你遇到一些疑難雜症 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他不是Siri的概念 那他是什麼 他基本上就是導入 人工智慧的一個思維 他可以把資料庫的一個概念 就是運用人工智慧 他去尋找你想要知道的答案 來回覆你 這種對話的一個過程 不要講火記兩個字 會被人家猜出你的年齡 我沒有說 沒有要說 所以你會發現 這一次電動車 他的思維 其實已經包含了商業的應用 娛樂的想法在裡面 當然這次還有一些黑科技 我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現在 因為來上節目 有時候要上妝 自己在那邊要上妝 你有嗎 有啊 看不出來嗎 我這麼努力 所以我可能需要這個黑科技來幫忙 這個是幫你化妝 對 口紅輔助 比如說你可能不方便 那這個時候行動不方便的時候 他幫你畫口紅 可以畫得很好 不會突然畫到臉上去 寫一個網 不是這個我不明白 你如果說你沒有手 那我就合理 但他明明有手 然後他手拿著一個假手 然後畫口紅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拿你的手畫口紅 當然這個問題我想很久 但是我覺得 這個是當下的一個演示的一個演繹的過程 當然你實際他只是要讓你知道說可以這麼做 那未來當然有可能 畫口紅你可能需要兩隻手 可是你另外一隻手 在做什麼我不確定 可能在摸旁邊的大腿 還是什麼 這個我不確定 所以你就用一隻手畫口紅之類的 那另外一個是我覺得是畫眉毛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畫眉毛 他覺得很困難 那他可以做 幫你臉部掃描以後 給你一個最建議的眉毛的形狀 然後幫你3D打在 就是讓你看起來是會變成怎麼樣 你OK 按下去 他就幫你把眉毛畫好 這個很酷 對 這很重要 甚至包括你染頭髮 其實很麻煩 什麼兩劑啊 什麼在那邊輸啊 然後自己染 往往該染的地方沒染到 對 這個黑科技直接 那個那個比這樣過去 就把你頭髮染好 這個太方便了 對 還有包括刺青 這樣這個刺青 沒什麼頭髮的 就可以用他把它塗黑黑 對 當然刺青的話也很好玩 就是說你過去他幫你 當然暫時性的 我覺得這些黑科技在CES展展出 也讓大家看到這個生活會變得更有趣的地方 是 所以看到CES大展 當然有一些我們看到這個算是趣味的啦 當然他實用性不知道 但是至少人家研發出來了 以後我們來看看 有沒有可能變成大家日常生活當中的好幫手 好 那麼繼續我們要帶你來聊聊的是晶片大戰 這個是全世界大家都推出自己的晶片法案 那現在我們台版的晶片法案已經正式過了 晶片製造商研發支出百分之二十五 這個都可以抵稅 設備支出百分之五都可以抵稅 這到底算是在全球當中 我們的晶片法案算是補貼的多呢 還是少呢 還是剛好呢 那麼放到了全球來看 目前整個晶片大戰有哪些最新的進展 我們來請教石聰哥 對 沒錯 市場台版的晶片法案通過之後 的確啦 我覺得會某些程度來說 刺激台灣的廠商去 這個包括多增加一些研發經費 或是多提供一些設備的這個研發等等 我覺得是好的一件事 但你覺得夠不夠啊 我覺得當然啦 越多 廠商一定都覺得越多越好的一個狀況 但是我覺得有至少開始做 我覺得是好的一件事 但是我覺得目前為止來說 晶片大戰我覺得有幾個新的進展 可能要跟大家稍微說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知道其實過去一段時間 美國的業者 包括說美國的品牌業者 他們都希望說回美國製造 但是並沒有真的要排除中國製造 但是現在已經有廠商開出第一槍 這是美國的戴爾公司 美國戴爾的話 他主要是做這個包括像這個NBPC 那主要用直銷為主 那他現在說的第一件事是說 第一個 我預計在2024年的時候 我要全面停用中國製造的這個晶片 那這個晶片裡面包括說 因為現在中國包括說在一些部分低階的 這個電源管理IC 一些比較周邊的IC 其實他的製造能力成本是滿低的 他說我們2024就要全面停止 他其實還不只是晶片 他還說包括說像部分的PCB 或是部分的這個電子模組 他說可能全面要禁用中國製造 那除了這個之外 他最近還做一個動作 因為他在中國有20幾家的分支機構 他目前已經有8家陸陸續把他裁測掉 所以看起來的話他這個宣誓似乎是來真的 他直接把公司注銷 對 他就是說我不要在那邊發展了 所以看起來的話 他是真的想要這樣做 那同時之間又有傳言說 戴爾開第一牆之後 他的競爭對手HP 他說我可能考慮也要跟進 那當然他們某些程度來說 可能會多增加在越南的生產的 這個狀況的比重 或是在海外的這個零組件的這個比重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覺得還有另外一件事是 這幾天的時候美國駐日本大使艾曼紐 他接受了這個媒體的訪問 他就說其實我們跟中國的晶片大戰 要打贏的話 必須要有盟國的加入 這盟國的加入他說 要包括說要聯合日本荷蘭跟韓國 等等廠商一起才能夠打贏這個晶片戰 那其實以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日本的態度當然他是 因為過幾天的時候 拜登跟這個岸田文雄要見面 看起來他應該是會倒到美國這一邊 那荷蘭目前為止EUV不賣 但是DUV他們態度其實還不明朗 但其實裡面來說 最有意思的就是南韓 這幾天的時候 中國媒體還特別寫了一個這個文章 警告南韓的業者 為什麼警告南韓的業者 他說其實某些程度來說的話 你們跟我們中國依存度非常高 那特別是現在南韓媒體也有講說 我們南韓的巨頭會不會在休克之中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其實前幾天的時候 三星公佈他去年第四季的營收 他其實營收衰退幅度沒有那麼大 大概衰退7%到8%左右 可是他的獲利 第四季的獲利衰退了69% 就是減少了七成 那同時LG也是一樣 LG在去年第四季的獲利 也是減少了91.2% 那包括說大家認為說 SK海力士大概也不會好 所以就是說韓國的三巨頭 在去年第四季業績都非常差 那業績非常差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當然是因為中國下半年 他很多地方還在 之前是在封控 那之後解封大家不敢消費 所以對中國的出貨大幅的減少 另外一方面中國很多廠商 譬如說像長江存儲等等 他可以取代三星 另外一部分是去年的第三季 第四季的時候 剛好低潤價格還有機體價格大跌 所以導致他們這個樣子 現在韓國就很頭痛 如果真的是聽美國的話 那我全面跟你切割 那我不是又倒楣嗎 所以其實在這裡面來說我覺得 目前的韓國的態度 其實是最曖昧不清 但是美國反而在這個時候 給你加大力度 拉攏你過來 所以當然要看之後 韓國的態度是怎麼樣 不過我覺得 中國當然也是努力在發展 之前有一個傳言就是 這個有國外媒體說 中國可能會放棄 一兆人民幣的這個補貼方案 但是到底會不會放棄 這個要等他們真正的宣佈 但是中國他們有沒有 還是持續在發展這個晶片 他們現在的發展 我覺得他們的發展可能會轉向 從過去的追求的先進製程 就是製造這一端 他們可能會把更多的目光 放在先進封裝 特別這幾天的時候 中國的這個封裝的龍頭長墊 他說我們可以開發出 所謂的4奈米的這個封裝技術 那當然要做什麼 其實如果你把兩個 根據中國華為曾經發佈過一個專利 對 他把兩顆14奈米的晶片 然後用封裝把它堆疊起來的時候 他說可以達到 約莫是7奈米的水準 所以兩個14奈米 對 把它這個用先進工裝 加在一起 變成7奈米 這個有點像是我們知道 蘋果之前的Ultra的這個技術一樣 他把兩顆M1的這個產品 封裝起來的時候 變成一個更強大的晶片 那14奈米就是現在中國 自己可以做的 可以做的 對 所以這是理論 但如果疊三顆呢 對 那就可以更先進的技術 但是理論可行 但是具體能不能可行 不知道 但你可以知道 中國在封裝的技術 他其實不輸台灣 所以說中國似乎是想要用這個方法 他能不能關道超車 那這是中國目前的計畫 但是能不能 我覺得要看中國人的能耐了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